你不必因为跟我睡了一觉 就站在我这边 万一要是有人 不会的 你留在我身体内的 我会用内功逼出来 我们不会有孩子的 这一句台词让我看完了整部电影 同时它也是无数渣男的福音 话说在武林乱世 各派为抢夺地盘纷争不断 官府为了平息战局 便在九州府召开武林大火 重新给各门派划分势力放 没落的点仓派也混在其中 他们只求保住仅剩的地盘 如今九连山石却大物弥漫 为防止发生不必要的摩擦 各门派相继亮出了战旗 它既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也是各派实力的炫耀 然而实力最弱的顶仓派 却只有一面不入眼的破气 闻下也只有一杨子和徒弟马军武二人 空同派掌门见状便出烟嘲讽 而就在这时 突然一阵狂风刮来 一只巨大的白鹤从头顶掠扑 只见白鹤之上还坐有一眼 抛骑之下众人急忙驱马追的 而马军武的坐骑受惊 将他掀翻与大部队脱领 就在他责骂马而故争气时 忽然身后的枯井喷水来出 那只白鹤直接从井中窜出 接着一个白鹤仙子从天而降 他手捧井水品尝一番 可此时马军武的坐骑再次受惊 直接连人带马静直掉落山崖 危机关头 白鹤女子吹了一声口哨 只见白鹤立马苦痛而下 轻松将一人一马救了起来 就在马军武惊魂未定之时 白鹤女子轻轻一弹 一片绿叶精准飞入口中 马军武顿感全身疏手 此时女子对他端详一番 这是他除师父之外见过的第一个男人 女子自爆名字白云飞之后 便纵身一跃驾鹤成功而取 马军武以为神仙将领 立马对其跪地叩拜 数日以后 各大门派齐聚九州 此次划分势力之人 正是燕云十八旗的草雄 当一杨子为自家势力高兴时 突然一堆小旗将点苍派团团包围 天龙帮是武林中的新兴士 帮助于叫苏鹏海 很多门派中的弟子 都被他给收买了 他的势力范围扩大得最快 所以目前各大门派 都把他当作严重兵 如果这次谈判失败 武林就会比以前更加兴风邪雨 原来曹雄的真正目的是 联合各派队与天龙帮 他还劝说一杨子早做打算 别为一个小山头断送幸运 然而客栈也无点仓派的歇脚之地 就在马军武寻找座位时 忽建一女子独占一个房间 于是他毫不客气地坐在了旁边 只见此女吞云吐物搔首梦姿 原来他正是天龙帮帮主的妹妹玉霄仙女 只要见了男人便要细耍一番 马军武只好连连躲避 而玉霄对他紧追不舍 二人在对打之中 玉霄的裙子忽然走光 可他却一脸的毫不在意 然而这一幕却让众人饱服了眼睛 随后二人打到了屋外 这时天龙帮弟子齐齐杀出 而马军武三角猫的攻 自然不是几人的对手 就在他惨败之时 白云飞果断出手将他救醒 见军武的功力如此不堪 于是将五行迷东部传给了他 只见二人边交边站之余 敌众手下也被相继打倒在地 当要撞上前方的墙壁时 军武猛一回头却站进了便宜 可他意犹未尽还想再来 却被机灵的白云飞看穿 这时对方的援兵再度赶来 白云飞直接将他扔飞出去 利用迷东部让他过足了嘴瘾 别便宜他 在传授顽固伐之后 白云飞直接闪身离去 这时玉霄带众人还要动手 却被曹雄飞身而下堵指 可他咄咄逼人不可罢休 曹雄立马大声几方 谁要闹事就要抓谁 不料此话被楼上的天龙帮帮堵 苏鹏海拼帮 谁敢碰我妹妹 就善了他 把他眼睛给挖出来 砍断他们的手脚 说罢苏鹏海将战气差于排饼之上 曹雄见状想让对方给个面子 可苏鹏海反而让他颜面尽失 惊魂二郎曹雄 你的武功在武林中根本不入流 就算投靠了朝廷 也不过是芝麻小官 给你面子也没本事呢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曹雄也指得咖啸离场 这是一部国体的玉霄仙子 直接从一阳子身旁经过 他从未见过如此大胆的女子 一股燥热顿时蔓延全身 晚上的时候 船上的蓝小蝶收到苏鹏海传来的密信 告他白云飞已在九州陷身 同时令手下放出毒蝙蝠偷袭客栈 各门派见状纷纷把腿就跑了 奈何这些蝙蝠凶猛一场 顷客间便破门而入 一阳子和马军武反应迅速 急忙跳入水池躲过一几 而其余众人则相继遭殃 就在大家哀嚎遍野之时 一只巨鹤突然飞了进来 只见他发出刺耳的叫声 疯狂煽动巨大的翅膀 所有蝙蝠瞬间被吹得撞门而亡 眼见一场危机化解 一阳子和马军武从水中钻出 正当他们想给众人解读时 无奈没有疗伤之法 马军武只好跑去找白云飞帮忙 而天龙帮不费飞飞之力 就让个门派开始人心涣散 众人纷纷怀疑曹雄是凶手 这时马军武在部方找到了白云飞 面对马军武的救人请求 白云飞随即翻开了一本规言密集 书中记载须用火龟内胆解读 于是二人驾鹤去寻找火龟 途中恐高的马军武再一次站进去 干什么 上次你亲了我 只会我亲给你了 很快二人来到了一处霞虎中 白云飞吹响手中的笛子 因果瞬间让石头火发刺激 随着大量的石头如虎 藏于乱石下的火龟渐渐露出 这时白云飞的笛声急转响 顿时滚落的巨石砸中火龟 而白云飞正要靠近之时 火龟突然喷出了火焰 接着伸出巨爪险蟹将它撕成碎片 这时巨鹤凌空而下 白云飞趁机一招排山倒海 直接将火龟炸的刺脚朝天 就在这时 蓝小蝶抱着琵琶飞声而来 只见琵琶发出威力无比的音波 白云飞忙于应付之时 蓝小蝶趁机一刀取出了龟胆 扬言想要龟胆就让蓝海平来举 二人驾鹤追赶到一艘轮船之上 白云飞一跃而下来到了甲板上 一群女子瞬间将它团团包围 这时蓝小蝶说出了一个成功多年的秘密 二十五年前 蓝海平 就是为了救你这个王国的公主 抛下我和我面 二十五年来 我们母女俩历尽千辛万苦 走遍天涯海角 就是要找到这个抛弃弃女 废性无意的齐鹤人 我师父 你爹 得知真相的白云飞 主动给小蝶的王母磕头泄夺 可蓝小蝶并不给她激活 请客间甲板便多出个大坑 蓝小蝶直言想要龟胆 只需听她弹奏一曲即可 白云飞欣然同意直接席地而过 可她却低估了对方的鹰波弓 刚开始利用内力还可以抵挡 但随着皮她的逐渐增强 地上的甲板如同跳舞一般 接着一阵阵剧烈的爆炸声 白云飞渐渐渐有点难以招架 这时马军武似乎看出了一样 他飞升而下直接抢走了龟胆 蓝小蝶见状反手便攻向马军武 白云飞急忙出手相救 二人同时发出超强的鹰波弓 周围瞬间炸声四起 海面也被掀起了巨大的浪化 只见二人武功互相上下 同时都受了严重的内伤 此时白云飞和马军武趁机驾鹤逃离 然而隔天清晨 苏鹏海就气势汹汹地从天而降 不用怕 我苏鹏海今天来 是专程邀请蓝小蝶姑娘 去九州湖探望九大门牌 齐鹤之人已经被我打上了 武林盟主之位肯定是你的囊中之位 蓝姑娘 听你的声音好像不太精致 原来二人早已达成合作 一个只为武林盟 一个目标则是白云飞 然而苏鹏海野心勃勃 他一眼看出蓝小蝶有伤在身 于是故意出手想试探一番 发出一记夺命魁神斩 蓝小蝶顿感魅力若舞 眼看飞刀快速袭来 侍女急忙飞身阻挡 虽然一刀将其蓝腰斩断 可还是没能挡住返回的残暴 为了主人他只好假装没事 蓝小蝶深知受伤的是瞒不过对方 侍女此时已大限将至 在九州谷的客栈内 各派人士接中了蝙蝠毒 可众人此刻却乱作一团 曹雄为了争夺武林盟主之位 扬言要铲除各大门派 一阳子挺身而出将其阻挡 就在这时 马军武和白云飞及时赶回 阻止了正要动手的曹雄 看着二人带回的龟仔 众人这才知道冤枉了一阳子 白云飞正要运功逼出解药室 却忽然发现自己也受了内伤 于是他静止飞上了二国 让马军武利用龟原秘笈帮他疗伤 这时曹雄趁机抢夺龟胆 可任凭众人如何争抢 烫手的龟胆竟无人敢怕 一阳子用铁锅这才将其接下 这时天龙帮的战旗飞了进来 众人纷纷走出屋外插探 原来苏鹏海已来到了这里 一阳子只好暂时和曹雄结盟 这时众人扔出手中的武器 却被蓝小笛的英国弓震碎 可白云飞已听出他身受重伤 急忙赌付马军武快点疗伤 这时一阳子来到了屋内 为了马军武能专心疗伤 他吹响笛子试图满天过海 听到龟原秘笈的曹雄 当即闯入屋内抢 一阳子出手奋力抵挡 这时白云飞大手一挥 直接将曹雄扇出了屋外 苏鹏海飞身抢脱龟子 曹雄见状也紧随气候 这时一个白色身影窜出 三手便将龟胆轻松抢脱 此人正是世外高人蓝海飞 白云飞跟随师父飞身而去 却忘记了那本龟原秘笈 你拉那本书 这一喊遭到了曹雄等人的追杀 白云飞将蓝小蝶的事告知了师父 当他正要带走女儿蓝小蝶时 不料对方却毫不理清 一个不慎掉落了下去 而在另一边 曹雄率人追了马军武师徒整整一夜 为了甩掉这群跟屁虫 二人将秘笈分成了两半 随后兵分两路逃跑 然而雾气越来越大 马军武来到一处悬崖边上 听着身后的马蹄声 他突然想到一招脱身妙计 于是利用石块的敲打声 让对方误以为是马蹄的声音 追赶的曹雄果然重击 马蹄失足坠落万丈悬崖 可马军武高兴之时 只见曹雄脚踩马背 竟然借力飞了上来 于是他将半个秘笈扔了下去 贪心的曹雄翻身就要去接 可他拿到秘笈的时候 却再有个鼻 这样就完了 真没跟 不料曹雄命不该决 奇迹般再次做了起 可景敌还有位丑陋无比的惯物 老头二话不说将他吸了过去 接着一顿暴力分鲸错骨 将曹雄活生生折成了一团 说发张嘴就要开反 吓得曹雄惊声大叫 这时老头想起了自己的遭遇 他本是麒麟山大爵寺的主持 武功虽高却太容易相信人 徒弟为了学他的剥弱神功 设计砍了他的双腿和挖了双眼 最后将他困在了枯井之中 曹雄急忙巧言吝啬 声称一定会替他报仇 老头自然不会轻易相信 于是让曹雄吃了地上的泥土 以此来表示他的忠心 看到十分配合的曹雄 老头渐渐放下了戒备 将曹雄的筋骨重新揭上 并把毕生的功力倾囊相守 就在传宫的途中 曹雄看到了石头上的龟原秘笈 他弹指一挥想将其隐藏 不料弄巧成桌被老头发现 老头一气之下将秘笈塞进了曹雄口中 不料这秘笈口服效果更好 只见曹雄冒出浓浓白烟 功力显然已经飞西部 轻松便将老头吸入掌心 你担心要求报仇 帮你报仇 要报仇的仙帐我来报 此刻曹雄已丧心病狂 单手一挥瞬间将其秒杀 在另一边 蓝海平终于找到了女人 他不惜耗尽争气为她疗伤 可蓝小蝶始终放不下心中的组 他不愿接受父亲的医治 二人争斗间同时掉落悬崖 蓝海平为了救下女人 用尽全力将她抛上山底 自己却坠入了万丈深渊 看着舍命救她的父亲 此刻终于有了半分的悔悟 崖底的蓝海平还未弃绝身亡 他用尽最后一口气写下血书 臂旁的白鹤为她伤心落泪 蓝海平写完血书 让白鹤交给白云飞 随后便由近登窟撒手人寰 此时的九州府 苏鹏海杀光了所有顾服之人 如今各大门派皆臣服于她 九州府已然是苏鹏海的天下 突然一阵爆炸声响起 蓝熊一跃而起飞上了山崖 曹熊 没人敢碰你是吗 那你敢碰我吗 敢 不知天高地厚的玉霄仙子 享用极乐和欢散戏弄蓝熊 殊不知她的功力已经飞犀了 只见她双手一挥吸入惩心 接着用力撒向玉霄仙子 苏鹏海见蓝熊竟敢碰她妹妹 不由的瞬间勃然大怒 随即令手下要将她拿下 曹熊反手甩出几只旗杆 直接将他们钉在了楼上 不等苏鹏海反应过来 就被旗杆狠狠钉在了木柱之上 不服气的苏鹏海再度上前 却被曹熊一把抓住头颅 接着将她高高举在空中 最后被吸得尸骨无存 这嚣张霸道的功夫 让老张演绎的胆颤心惊 在二人打斗之际 易阳子偷偷就走了玉霄仙子 然而还没帮她刑房间 玉霄仙子就以命葬当场 当易阳子挖土埋葬时 忽然发现了蓝海亭的尸体 她将半本密集物归原主 操起工具就挖起了大坑 然而天空此时下起了大雨 归原密集浴水逐渐融化 慢慢渗进了蓝海亭的身体 看来这是起死回生的结构 而在另一边的九州 蓝小蝶寻着敌生快速赶来 本以为是白云飞的敌生 不料映入眼帘的却是曹熊 蓝小蝶见状转身就死了 然而曹熊直接猛挥一掌 蓝小蝶正宗对方的机关 他深知此足的厉害 若不行防必死无疑 可他宁死也不愿便宜这个大坑 蓝小蝶这是一生心 可疾病何观伞 你又是命中 你就发作了一眼炮 此时蓝小蝶被击倒在地 而体内的药效也正好发动 他急忙起身子会逃跑 却被一帮手下团团包围 此时他浑身燥热粗软无力 众人恶苦突失正要动手 突然一道白色身影破门草路 马军武使出五行矿化迷踪步 不等众人反应过来 他早已将蓝小蝶带到了门口 随后蓝小蝶发出音波弓 将地上的荷欢伞吹向众部 趁草雄等人混乱之时 马军武带着蓝小蝶迅速逃离 看着手下们中毒发烤 草雄气愤的心有不甘 带二人回到船上的时候 这才发现手下已全部遇害 连他母亲的牌位也消失不见 他一气之下大发为停 你的脸好似的 你快走开 这时候我怎么能走 我走了谁救你啊 贝宾 本月是用公钥效发作的越快 于是他飞身撞向一旁的柱子自己 马军武急忙用身体把他挡住 表示自己一定会舍身相救 蓝小蝶大怒要将他杀掉 可他正要动手之时 却看到了血泊中母亲的牌位 他深知大仇还未得宝 于是出手点了马军武的穴道 马军武 我要你救我 说把蓝小蝶扯下了船饭 二人开始了解读大马 次日二人刚刚醒来 就发现白云飞从旗边飞下 显然他早已等候多时了 你想要得到的东西全都得到 连你爹都给你打死了 为了报答师父的养育之恩 二人相约三天后在九州决一组战 在白云飞离开后 马军武劝他不要应战 可蓝小蝶不但开口拒绝 还告他二人以后顾不相亲 万一要是有啊 白云飞和蓝小蝶决战的消息传开后 九州府的所有百姓纷纷逃离 而曹雄也早已计划好了一切 他准备在二人两败聚伤之时 用童中对付他们的英国公 这一幕正好被窗外的马军武看了 于是他马不停歧地去城外谷主 然而巨鹤以为他来反乱 直接将他带离了战场 在高耸入云的山顶之上 白云飞和蓝小蝶对视而立 随着狂风大作电闪没名 二人的英国公变得更加猛烈 经过数十回合的激战 由于武功相近南分上下 这时他们抛出手中的乐器 用内力操纵欲同归于尽 只见一声爆炸声响起 二人已然两败俱伤 就在此时 水面浮现出一口巨大同中 曹雄单手举忠从天而降 只见他猛力拍打同中 瞬间爆炸声接连不断 二人也同时被阴波阵倒在地 曹雄运转内力将两剑乐器摧舞 此时马军武脚踏五行李终不醒来 可连对方的衣服都没碰到 随后躲过对方的几招重击 马军武瞅准时机 持剑高刀乐器刺向曹雄 结果宝剑被他镇成了碎渣 接着被铜中撞的口吐鲜血 曹雄运功将蓝小蝶吸入怀中 刚要准备老猪拱白彩 却见一阳子和蓝海平现身删 蓝海平同样吸收了半本力气 他操纵石头化成锋利的神针刺 曹雄伸手抵挡却被神针刺出来 可转眼伤口就恢复无出 曹雄头顶盆中砸向山顶的二人 趁机将白云飞也轻松拿下 如今他已有两名人质在身 蝶子就杀了他们俩 从非你放下蝶子 如果两个人里面只能救一个的话 你救谁呀 蓝海平听后抛下手中的蝶 这时曹雄将蓝小蝶扔向一边 接着又将白云飞扔飞出去 蓝海平飞身接住女人 又飞向另一边抓住白云飞 可此时却被袭来的铜钟击中背后 就在落地的一刹那 蓝海平直接口吐鲜血 一仰子剑撞飞身刺向曹雄 不料反被对方轻松抓住 在空中旋转速圈之后 直接被铜钟打伤阵飞在地上 就在曹雄再次拍打铜钟时 仙鹤静直飞来将其死死堵住 随着曹雄猛力的敲击 仙鹤被震得血溅三尺 马军武和一仰子急忙将乐器扔给两人 他们相继接住的同时 曹雄顿胆大势不妙 急忙掰开铜钟将仙鹤甩飞 妄想已破终对复鹰波攻 可白云飞和蓝小蝶的合击将其炸成了碎扎 就在众人以为曹雄已死之时 突然间大物弥漫雷电交加 烤焦的曹雄大手一挥 瞬间把所有人吸了起来 就在这危急的关头 白云飞一脚踹开身后的马军武 身后的几人也被他拉回了原理 而白云飞一无反复地冲向了曹雄 他将笛子插进了对方的体内 随后一阵阵笛声传入 曹雄的身体开始膨胀 白云飞深情地望着下方的紧 这也算作了最后的告词 达到极限的曹雄瞬间爆炸开来 马军武眼泛泪光地看着这一切 经过这场江湖纷争 蓝海平和女儿也终于合起 他们都认为白云飞并没死 蓝小蝶告诉一旁的马军武 找到白云飞之后一起来看他 你的意思是一起嫁给我 我们的武功这么高 万一要是打起架了 你能力 谁工夫打起来 好 那就扩山去 还是从此深的一阳 看徒弟如此艳福不起 顿时露出的羡慕之情 马军武一边安慰师父 一边计划以后的美好生活 江湖名利犹如过眼明烟 他们准备从此退一乡 以迈个门派的战旗为生 将来阳关大道上 怎么着 那全都是我们迈得起 那就微风扣了 那可就发大台了